中国预言 陈耀南主持 钟伟明朗众 何楚云编剧 张婉容编导 黄发之监制 我们这个中国预言节目 选取一些中国著名的预言 除了将原文朗众之外 并且以戏剧形式演绎出来 同时更请到陈耀南博士 分析他的哲理 今天所选的预言 包括有装子的 坎井之蛙 和列子的扁着换心 坎井之蛙 紫毒不問符陷井之蛙符 为东海之别若吴乐愚 出跳梁符井干之上 入幽符缺奏之涯 符水则接亦词 缺泥则没足灭枯 还干蟹与祸斗莫无能弱也 且乎善一阔之水而跨市 坎井之乐此亦志 夫子系不时来入欢呼 东海之别左足未入 而右膝已执意 于是殉秦而却 告之海约 乎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 千人之高不足以极其心 雨之时十年九路 以水忽为家益 汤之时八年七汗 而挨不为家旋 父不为倾狗推与 不以多少进退者 此亦东海之大乐也 于是坎井之花文之 息息言经规规言自失也 张子晴一走 整间屋的空气都清新了 就算我过分也没办法 欧阳兄 不至于这么紧要吧 说起来你都是主人家 人客要告辞 你完全没有挽留 就立刻送客 会不会太过一些 必在这位是不请自来的人客 一开口就说到不停 说到天花乱聚 总之他自己所做所说的 一样都是第一流 其他人就被他递得一文不值 我就是不递得他这样 他说走而已 我还不立刻送客 那倒是 子晴兄的确是过分点 他又拾足一只坎井之花一样 齐兄 坎井之花是怎样的 我知道你是用坎井之花 来比喻张子晴 但是我想你详细解释 给我知道得不得呢 当然得 坎井 就是说井是好浅 不是深的井 那在这个浅井里面 有一只青蛙 有一天 这只青蛙跳了上去 那个井的旁边 而当时就有一只别 慢慢走到他身边 你是什么来的 我没见过你 大家还不对 我都没见过你 我是青蛙来的 你是什么来的 我是一只别 即是有很多人都叫做甲鱼 甲鱼不是就是我 你都生得挺具型的 行又行得慢 你生得的式就真 那你叫我做别大哥 我就叫你做青蛙仔 好吗 好啊好啊 我是生得的式一点 没所谓了 叫我什么都一样 喂喂青蛙仔 你在哪里住啊 我 我就是住在这个浅井里面 是吗 哦 外表看来 那个井是真是很浅的 有什么好住啊 别大哥 那你就说错了 我告诉你 我在这里 都不知道住得多开心啊 喏 我出了个井外面 又可以在个井前后左右 跳上跳下 我进到井里面 又可以躺在这里 舒舒服服地 休息又可以 唱歌又可以 这个井可以说是属于我的 有谁可以学得我青蛙仔 在井里面可以清王清霸啊 哈哈 青蛙仔 你都有你自己的道理的 听你这么说 你都应该觉得欢喜的 哈哈 何止欢喜啊 直接开心啊 哦 直接是快乐啦 你不适合进去井里面 参观一下啊 呢 你爬上井栏 然后慢慢爬进去里面就可以了 哦 好啊 我都想进去见识一下啊 哈哈 咦 喂喂 不行啊 怎样啊 怎样你说不行啊 咦 我的左脚都没进去 右脚就被井栏卡住了 怎样进去井里呢 你出力点啦 我一会夹不容易的 夹着两眼 又好 我众认的就是不要勉强了 我倒是跋下山啊 哎 哎哎呃 哎呀哎呀喂 哎哎呃 енно啊 兒子呀,我太大隻,都沒有福墳參觀你的淺井 那沒辦法啦,對了,別大哥,你又住在哪裡呀? 我住在東海的 東海? 不說你不知了,東海又深又闊,好大的 好大?又深又闊,有沒有十尺那麼深? 十尺? 據我所知,七尺或者八尺就叫做一人 你說東海有一千人那麼深,我都認為未夠 你想一千人有多少尺? 嘩,那真是深得很緊要,那麼闊呢? 東海有沒有一百里那麼闊? 哈哈哈哈,青蛙仔,不是嚇你 東海有超過一千里那麼闊的 什麼那麼闊的? 是不是真的? 我騙你做什麼呢? 記得以前大雨治水的時候,十年之中有九年是洪水為患的 即使有洪水,海水並沒有加多 又記得雙湯的時候,大約八年之內就有七年乾旱的 即使是乾旱,海水也沒有減少到 真的有這樣的情形? 是,我何必對你說謊呢? 既我說,海水就是無窮無盡的 它不會因為時間的九遠而有所變動 也都不會因為洪水或者是天汗而加多或者減少 在無邊無際的東海裡生活 你說是不是最快樂、最舒服、最開心? 喂,喂,青蛙仔,為什麼你不回答我? 一尾就得低過頭,完全不出聲 難道我說錯話? 還是我說的話得罪了你? 密大哥,你沒有說錯話,也沒有得罪我 我只是聽完你說的話,覺得很慚愧 為什麼? 其實,一個淺的井,和一個又深又闊的海 是沒有得比較的 我是一隻小小的青蛙,獨白一個又淺又窄的井 又覺得狂妄自大 以為自己所聽見的、所做的 都是沒有東西可以比得上 都是值得向人炫耀 誰知道一同你剛才所說的東海 比較起來,簡直是一個天,一個地 唉,有什麼不覺得是慚愧呢? 那隻青蛙仔,很局促不安,看顏無地地說完自己的感受 就跳回到井裡 歐陽兄,你說子晴兄是不是跟那隻青蛙一模一樣? 古人所謂坐井觀天,井蛙之見,就是比喻這種人了 齊兄的比喻真是非常貼切 來來來,我已經命人在後院設宴 大家一起去,杯酒言歡好嗎? 好,小弟恭敬不如從鳴 請,請 這個陷阱之蛙令我們聯想起身為井底之蛙 坐井觀天等等 即是一個人見聞,如果是淺漏 生活,拘限得很緊要 那個人的思想就會僵化 就會有很多可笑的行為做出來 如果他是一個平凡的小輩 尚且危害比較沒那麼大 如果是一個社會的領導人 那就真是不得了,害己害人 所以我們一個人都是要時時見面 尤其是領導者 而且要時時見新世面 不能夠少年,青年時期見過 一生都靠早期見過世面的利息 來過活,要時時增加新資本 不能夠誇誇其談 我們學校的設備真是先進 我們有砧板,有鋼板,不用抄黑板的上課 又不用寫一幅寫字 結果人家聽見,笑大個口 怎知道外面的學校 層層都有很多影響機 一毛錢拍幾張 還用抄黑板? 所以諸如此類 我們不知道外界變成怎樣 往往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會安於故常,不求進步 這就是雷己雷人 所以這些故事 時時給我們一個警醒 人能夠求生,求進步 亦因為有這種自覺 所以說,雜思廣益 或者切磋磨是這麼重要的 有句說話,閉門造居出不合切 等於我們賽跑也是一樣 如果瞞著眼睛,猛走 就不知道走得多快 可能不是很快的 有人跟你一起走,就會快很多 你知道別人怎麼走 甚至即使走不過 但是,看看別人的紀錄片 看別人走的方法 研究一下別人的長處 可能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 這些已經是常識的問題 扁著換心 老公戶照齊英二人有質 同請扁著求志 既同欲,為公戶齊英若 為公戶齊英若 如浪之所疾,是外而肝苦葬者 故若食之所以 今有皆生之疾,與體皆掌 今為與公之何緣? 遺人若,遺人若,遺人若 遺人若,願先聞其艷 扁著為公戶若,與之強而棄若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齊英若 其應自若,而其強 故小於淚,而相於尊 若換雨之心,則均於善意 扁著誰任二人讀酒 迷使三日 否空探心,逆而自知 頭以辰若,既誤如初 必達兄,現在這麼早 這間酒樓的顧客不是很多 我們就坐在這裡 好啊,好啊,守敬兄 小弟是初到跪境,探訪親友的 昨天來到你們高府探你 得你招呼我在府上杜叔一笑 已經非常多謝 今天還要你帶來這間酒樓吃飯 真是太騷擾你了 分屬之交,又何必客氣呢? 咦,什麼他們都來了? 好少見,而且這麼早 守敬兄,你看到熟人嗎? 不是,他們不是熟人 不過認得他們 在這裡住得稍為長一點的人 多數都認得他們兩個 就是坐在近窗口那裡 一個穿著湖水式的衣服 一個穿著淺黃色衣服那兩個 啊,小弟看到他們了 兩個年紀都不是很大 都是跟我們兩個差不多 是啊,穿湖水式衣服那個 那個姓公,名護,是老國人 穿淺黃色衣服那個 就姓齊,名嬰,是趙國人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來的 時時都約去游山換水 兩個都是富家公子 所以很多人都認識他們的 啊,他們一定是智趣雙頭 性格又一樣,所以才這麼好朋友 啊,那也不是啊 我聽見人家說 公戶的人很聰明 但是就悠遊寡斷 齊英就並不聰明 但是尊橫武斷 他們的性格不同 但是的確是好朋友 時時都行動一致的 啊,守敬兄 你看一下,他們兩位結帳走了 哦,或者他們去拜會親友 我們還是不要管他們了 來,必大兄,來來來 我們開懷暢飲,把棧談心 好極,好極 扁爵大夫 在下公戶和這位齊英 日前都有病 得到大夫你診治 已經完全康復 今天特地來謝謝大夫你 是,老夫都記得兩位 所謂醫者父母心 醫好病人 是我們做大夫的責任 何足掛致 扁爵大夫 我們應該謝謝你的 沒錯 雖然大夫你的醫信 是舉世戒指 但是 你治好我們兩個人的病 在禮貌上 我們應該親自來謝謝你的 好好 兩位的確很禮貌 老夫有些比較 不是很樂意的說話對你們說 不知道你們願不願意聽 大夫 有什麼說話請隨便說 是啊 我們自當洗耳恭聽 這樣的 兩位日前的病 是由身體之外侵入內臟 吃藥就當然醫得好 不過 老夫也發現一件事 就是你們兩位 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病 跟著你們兩位的身體一起發展 有這樣的事 沒錯 換了是第二位大夫 或者對於這種病束手無策 不過老夫就自信 可以和你們治好 大夫是天下的名醫 當然可以治好任何一種病症 在下想知道 我們兩個人究竟是有什麼病 不知道大夫可不可以詳細告訴我們 當然可以 公胡先生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可惜體質太弱 所以你善於思考 已不夠缺斷力 那我呢大夫 講到齊應先生你就 對相反 你的智力比較差 但是體質比較強壯 所以不善思考 所以不善思考 而凡事近乎尊樊武斷 如果我們兩個的性情 可以拆勻它 那就好了 老夫的意思 就是如果把你們兩位的心 調轉 那你們兩位的性格 就可以達到完善的地步 哦 請問大夫 人的心可以換的嗎 不是老夫跨喉 老夫有把握可以這樣做 問題只是 你們同不同意給老夫換心 大夫 如果換心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完善的性格 在下當然求之不得 但是 單是在下同意也沒有用 那如果 公護兄 我明白你想說這什麼 為了得到完善的性格 你同意 小弟一樣同意 那就很激 扁爵大夫 請問你會怎樣 和我們兩個人換心 好簡單 老夫有一種藥酒 喝了之後 就會三日不知人事 老夫就會利用這三日時間 否開你們的胸膛 拿出心臟 和你們互相交換 然後 用一種神妙的藥物 敷在傷口裡 第四日 你們自然會醒的了 如果兩位同意 那就給一日時限過老夫 等老夫準備一切 明早早你們再來 守敬兄 按照你這樣說 那個公護和齊英 真是被扁爵大夫換了個心 是的 必達兄 這件事全城的人都知道的了 是的 守敬兄 不知道他們兩個人換了個心之後 有沒有什麼不良的影響呢 根據說這個消息給我聽的人說 他們兩個人跟平常一樣 唯一跟以前有分別的 就是兩個人的性格 比以前好了很多 真是奇妙 那這些是他們兩個人的福氣 亦都是由此可見扁爵大夫的衣術精湛 真是舉世無雙的 這個扁爵換心的故事 當然不少愛國過甚的人都會想 有什麼稀奇呢 又說幾年前南非那個巴勒德醫生 換心手術這麼神奇 我們中國古代都有了 那麼清末文初以來 類似這樣的思想人也不少 實在當然是 很多東西中國都故意有知 你的紙質這麼漂亮有什麼特別呢 造紙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 這些新航路新大陸有什麼特別呢 羅盤子南州我們中國人發明的 但問題是為何我們每樣都起步早 而後來發展遲呢 只是誇耀幼稚園時代的成績 就沒用的 為何後來中學大學 越讀越水皮呢 到這個研究院還要抄別人的習作呢 所以就要檢討我們 是否以往的文化 是有些地方走得一條路不大堆 會不會是所謂過於重度興趣 過於重視精神的一種集體信仰 而輕視了知識規律的建立 輕視了客觀知識的那種價值呢 近代的科學為何不再起步很早的中國開花呢 這個很值得我們所謂中華兒女檢討一下 所以我們時常覺得身為大眾傳播媒介 在現代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當然我們不是說要說教 但是似乎不要用現代的科技 來宣揚一些沒什麼謂的迷信 這個當然我們大家都覺得 應該培養一種法治的精神 一種求知的合理方法和態度 似乎更好 說起這樣的換心 實在精神上的換心更重要 即是說我們能夠探本撒緣 改變自己性格上的缺點 所以古人有所謂配言配偉的說法 即是那些天生自己覺得自己太粒 太淋的 就配那些好像公然一樣 緊張些 即是做人要講一下效率 就是張胡 胡蜜蜜 abzi 如果個性格太緊張 血壓太高 這才是配位 配一塊熟牛皮 油油啊 也只是似乎 即是光耳折油就可以持久 這也是一種自我警覺 但是如果再想深一層,也有人會想 換了之後,十隻手指有長短 換了之後,換了精神的心 結果可能得到另一種長處 又擴大了另一種短處 我們原本可能在這方面有長處,另一方面有短處 那些短處我們矯正,但那些長處可能慢慢失去 因為若要人次,我除非兩個我 學了另一個人之後,結果有了他的長處 也會容辭有他的缺點 那怎麼辦呢? 強調這種思想就是所謂道家的思想 強調特殊性,強調歌性 認為人是不可以轉移的 無謂學一個共同的規範 這些說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所以民間俗語都有 三水定八十,江山二改,品性難移 有一定的道理 不過總是我們人都貴乎自覺,貴乎自知 貴乎是認識自己的優點,也認識自己的缺點 不是說不可以在一定程度之內 擴大那個優點,而減少那個缺點 中國語言,陳耀南主持 鍾偉明朗重 何楚雲編劇 張婉蓉編導 黃發之監製 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演唱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